就是这个杯子 我们等一下把刚泡好的茶叶茶 从这个楼顶 直接倒到这个杯子里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啊 我是大雄 我是一个爱喝茶的人 最喜欢的就是西湖龙井 还有那个铁 铁公鸡 但是你知道吗 每次泡完茶 却不能直接喝 因为靠水 操 于是我就想 如果把刚泡的茶 经过这一步过长的水管过滤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喝呢 还是烫 所以还是高度不够 距离不够 于是我们要上 上17层的高楼 直接从50米的高度 往下倒 那样子应该是可以直接喝了吧 就是这个杯子 我们等一下把刚泡好的茶叶茶 从这个楼顶 直接倒到这个杯子里 再跑下来喝 看一下是不是直接就能喝 客气腾腾的开水 现在突然就下雨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倒 感觉这个 路标有点小啊 我们直接来倒一下 好像已经接近了 因为它这个有风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它特别一点 才能倒得到 感觉 倒到了吗 有水吗 我现在打个电话给下面 问一下有没有把我茶倒到茶杯里 茶杯里装到水了吗 我都没看见水倒在哪里啊 这样子啊 等一下 那我重新再来一次 看它倒在那个 倒在那玻璃上 可是我们的水杯在这里 我们来尝试第二次 加索 这一次我应该有经验了 就是要稍微离那个中心点远一点 因为它会受风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远一点 感觉这样子已经倒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了 蓝色的板凳上了 风太大了 风太大了 我的天 风太大了 现在雨越下越大了 我的天啊 再来最后一次啊 因为这一壶茶已经快到了 我要开始倒了 看不见吗 问题是我这里看的一清二楚 我的水好像就马上就要倒到那个 肯定命中了呀 我要下去了 我要下去喝茶了 看一下 这样打到了 打到了 打到了 这蝎子我觉得中了很多了 没了 没了 倒完了 倒完了 我已经淋湿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这个水有没有倒成功 而且这已经空了 肯定没有 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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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茶吗 我喝一口 嗯 而且是那种温水的温度 哇 直接就可以喝 我想我已经完美解决了 开水不能喝喝 我泡完的茶也不能直接喝的问题了 也就是你只要跑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然后往下倒 那你之后可以马上喝了 你可以尝试吗 OK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的关注我 本包欢迎 啊 什么事情 che会 这就是 什么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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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